《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因為長毛放了假 所以今集《向左網》我試一些新的東西 請了兩位嘉賓 這兩位嘉賓都認識了很多年 對不起我沒有認識很多年 但一定很長時間看著他們成長 我想最重要的是為何請他們來呢 因為兩位其實都會對一些社會 或者一些不同國家文化的現象 都有一些 作為香港人 他們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對一些不同民族或者國家的文化現象 都有一些觀察 所以我想先簡單介紹兩位嘉賓 黃色衫那位就是李祖喬 李祖喬我知道其實現在在新加坡 是讀這個博士課程 果然可以先介紹自己 然後中間的那位就是金文鋒 金文鋒其實最主要都是因為 在一些 聘廳機構合作裏面認識到金文鋒 或者很簡單 給少時間介紹兩位先 先由李祖喬開始 要說些甚麼 介紹自己 你喜歡 開放的 我現在在新加坡讀書 新加坡國立大學 讀的課程叫亞洲文化研究 我的研究應該會有關係到 1980年後 中國是怎樣看甚麼是香港和台灣 即是文化政策裏面有這樣的概念 我就應該可能會牽涉到一些 關於流行音樂的問題 因為我第一年其實甚麼都未有 就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金文鋒 我的朋友喜歡叫我巴西 因為我自己之前去過巴西做一年交流 其實現在我是一個 都在一個團體裏面 專門做文化交流 現在輪到我帶學生去外國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年交流 剛剛Benson說過 我們是一個類似Think Tank的團體 叫Round Table 其實我也有幫我組織到 搞了一本雜誌叫Meta 現在也有義務幫忙 好 那兩位文化人上來 你會見到通常文化人 會不會是那些 好像我想白了頭髮 懶哭 然後說一些話 聽也不明白 或者可能大家講到 一些文化人議題 會不會是一些 不斷用術語 他們那一套語言去包 然後你聽到似明非明 就叫做一些文化現象的觀察 其實很多時一些文化現象 跟我們日常生活 無論是閒話家常去吹水 又或者可能很簡單 突然想到一個關鍵前 或者一個課題 其實都牽涉到我們 怎樣去理解文化 或者我們怎樣去回應文化 我們其實在開機錄影之前 都談過幾個題目 談過什麼題目 談過睡覺 對 因為我們走過來 那時發覺三個都很睏 然後就想起睡覺 其實我們因為要送中課 就睡得很少 所以 其實真的不夠睡 所以 再加上 其實 很多時見到一些人 上Facebook 他們的習慣就是睡覺 那你們試好睡覺 究竟對很多人來說 或者對一些不是香港人的人來說 其實都會覺得 都幾疑惑所思 會不會是呢 剛剛我們提起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中學生 以及即使是大學生 通常那些老師 都會覺得 要互動一下 然後就說 大家的興趣是什麼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通常那些人 一舉起兩句子 之後就會說 喜歡都是 看書 睡覺 聽歌 但要你實際上 很清楚地表達到 其實你喜歡什麼 是說不到的 其實他讀書的意思 看書的意思就是 想掠走你 不想回應這個問題 不過剛剛這個 你無聊講起而已 因為其實我自己 譬如現在 如果大家上班都會知道 其實睡覺 大家基本上都在睡眠得足 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有談起 為什麼人磨削 這個睡覺時間 因為譬如 其實我們以前的概念 就是 你睡覺 睡到休息夠了 然後你就去 或者娛樂 或者做事 但現在其實說 總之你就做完事 才睡覺 其實可能那個主 和刺 刺序已經調染了 就是 其實我們是為了工作 然後做完事 就有時間再睡覺 你睡覺 睡到久了 那你才再去做 這樣做 我想現在睡覺的概念 譬如說 可能我自己的工作 可能因為 時間難性比較大 所以其實 即是 夠睡不夠睡 其實可能對我工作 沒有一個自治的影響 但如果說 譬如說 上學的 好像我在學生上學 你看到他上課 坐進去 基本上 你會懷疑 是不是他在聽我 去講授 或者 你會懷疑 他其實是否 沒有睡覺 進來 為何沒有凌晨氣 甚至全面 直到下午 即是 指數跌到很低 無緣無故曾智慧出來 一聲弄酒飲飲 爆了人出來 所以我想其實睡覺這件事 不單是一個個人問題 甚至成為整個社會 大家都好像知道他存在 但又不覺得他是一個要很關注的問題 這件事我會覺得 究竟香港人究竟怎樣看睡覺這件事 但其實這是否一個普世的問題 我不肯定 不過好像 自從離開了中學校園 其實中學都開始有 大家有時會比較大家的睡覺時數 又或是有時見到成功人士 會說我睡五個小時而已 雲起老闆好像睡十個小時很長 不是一個某老闆 那你會覺得好像他這件事都是一個成就 是的 不知道好像都變成了一種 剛才你這樣說 即是一個能力指數 好像睡覺時數都變成了一個 我其實有一種睡覺就是 咦 我其實要睡個八個小時的 那我睡個八個小時 其實我情緒會很不穩定的 不穩定的意思就是 很容易會上百元瓶 或者你自己站上來 我會給你一個生氣的樣子看 但如你剛才所說 其實很多成功人士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我其實一天睡四個小時 甚至 剛才幾年前看過一出類似是 什麼什麼透視的節目 好像訪問過一個科學家 他最驕傲自己的東西就是 我其實很醉心的研究 我其實一天睡四個小時 基本上就是 我肯睡不睡就到一兩點 然後回到住的地方 睡四個小時之後回去 又回到小時候去 最深的研究 他講到就是說 我要做一個成功的學者 做一個成功的科學家 其實一定是要不夠睡 或者睡得很少 或者睡得很少 讓人覺得 你睡得那麼少 就是說 你可以完全一天二十四小時 可以用不住大腦 就是很抵用 我睡八個小時 這些 就是很浪費大腦的能量 我覺得 這樣其實很個人而已 為什麼 將睡覺 和一個個人的能力成就 拉上一個關係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有這個看法 你已經是將一個人 當成一件物件來看 就是說基本上 可能你一件物件 你買回來 可能是這個價錢的 那你當然是說 用到最準 好像一個機器一樣 運動到100%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穩定 或者很有價值的一個機器 人都是這樣 所以你說 有一個人凍了在那裡 有一個人資源在那裡 你可能 二十四小時在那裡捉 當然最好 但可能也要少少休息 所以有二十個小時 這個人也不錯 所以其實就是說 可能比較睡覺時數少 就是說 將一個人已經當成一件機器 即是本來可能睡覺 真的有一個人生基本的需求 現在我們停假一個人 可能已經變成一個 喂 你睡四個小時 那你一個可能要睡八個小時 那當然 這個睡四個小時的 有價值一點 在這個人際的市場上 對 人資的市場上 但你剛才說的一個科學家 我想起 我想起 Edward Saeed 就是這個東方主義的 始創的學者 不是始創的 不是始創的東方主義的批評 我記得他不知道是哪本書 我不肯定是否知識分子論 他好像說他類似是 他是常常睡不著覺的 但我都覺得好像 通常那些很有人民主義關懷的人 我不肯定 是否都是傾向於不太睡覺 因為我記得他有說過 他為何常常睡不著覺 就是因為他每次 其實一準備睡的時候 或者睡得太多的時候 很有內疚感 他就覺得他又用多了時間 去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而不是更加去理解 或者去關懷這個世界 那時看到我都覺得挺感動 因為我都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抱怨 我們不夠睡覺的時間 但可能我們又找了很多時間 去做其他事情 但究竟這件事是我們懶 還是一個資本署迫害我們的原因 如果你說我好像這樣 就是你開著電腦 不是自己要做的事 你玩Facebook 你同日MSN 你經常更新的 你更新的 我真的沒有工作 是啊 所以我想剛剛提到 睡不著或睡得不好 可能就是 不是他想睡得少 其實可能他睡眠質素不好 但是剛才說的就是我睡得多 或者可能他覺得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這樣的身份 他覺得我這樣的身份 或者我這樣的地方 我不是一個普通人 然後既然我不是一個普通人 我不用睡那麼多 再加上可能他研究的事 他覺得其實有些人的性格會是很上心的 比如說我研究過課題 我可能不會放進去很長時間 然後你可能做多一段時間的話 你已經很… 那個人已經放進去整個課題裡面的話 也有可能真的他是… 掛著做人的位置 寫藥 有些人的習慣就是… 在床頭放滿筆記簿 突然間有個阿姨 然後他寫下 他簡直是… 連睡覺也沒有放過自己 要繼續工作 會不會其實都是… 那個心態也挺強烈 那又真的好像關於一些關於工作條件的問題 因為我想起 譬如通常一些… 我最初剛才想的是是不是上一輩 但這樣說好像不是很合當 但是如果你是工業時代那種 可能是八、九十年代之前那種上班的 那種的文化可能是傾向… 即使可能一個人睡很少也好 但其實他睡覺和不睡覺的時間 但是劃分得很清楚 即是他可以很早起床 做了很多事情之後再上班 即是那些成功人士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他不會說很夜睡或怎樣 即是他可能很夜睡 但他都可以保持得很堅持的 起床和睡覺時間 但是… 即是我想八、九十年代 究竟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工作的觀念有個問題 還有其次是你有了手提電話 好像… 紛紛在可能會被人通電 然後又可能會… 即是連那個公司的界線 休息和工作的界線好像沒有了 即是可能我們實際上 會不會睡覺的時間 其實不是少了很多呢 會不會 我又不肯定 即是會不會有時候坐車 睡了那些又算一下 算一下、累積累積下 其實可能跟以前一個勤力的人 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你變了可能是四個小時 兩個小時這樣打斷了 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很痛苦 但其實可能對於很多 你不需要那麼彈性工作的人 我想最彈性工作的人 都是不外乎一些 我們身邊的那些傳媒界 社會界、文化界、學術界 這些人而已 但其實你如果… 我想會計那些 即是金融股票那些都很厲害 但如果你是一個正正常常的公務員 公務員就是一個正常員 我想他們會不會 他們的世界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但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很多人 其實我想都是 可能只有公務員可以準時上班 但好像不是的 現在好像不是的 合約制還是常規制 應該不是的 特首是否準時 你猜他有沒有上班時間 他在家自己上班 比如這個要考察下載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 可能我們小時候受教育 很多時候都是說 記住要準時睡覺 除了這個要睡得夠 即8個小時之外 也要說 不知道一定要小時候 要9時睡覺 其實有沒有寫明 教育科書有沒有寫明 就是小朋友應該9時 我以前在教育學院 我看常識科 基本上我都看過教科書 他沒有一個很實際時間 說你是9時睡覺 但他很强调就是睡8个小时 你知道教科书就是把一些成人世界 给小朋友的事实或要做的事写下去 然后考试要填8个小时 不可以用6个小时交叉 但他不会写9点半或10点 其实你们小时候几点睡 小时候想为讲小位中学 中学应该开始大人性 因为你可以有个理由就是考试 但是小学应该是比较没那么灵活的 通常都是9点钟 小学是吗 你小学是吗 我没想起来因为 回想 比较长时间 要拍很多小机之前的一些难度 我应该都是11点多 小学都可以11点多 因为回很近其实都是走两条街 过过马路上学 而且是9点多10点 我记得是看完风暗室一定是看完风暗室才睡 但我一定是看完风暗室才睡觉 但我一定是看完风暗室才睡觉 总之就睡8个小时 如果不够时间就睡4个小时 但无论是3点或4点睡 甚至是早点11点睡 总之就是睡8个小时就可以了 但不是人们说11点前有干凌 不知怎样又特别好 这个好像是一个中国式的讲法 即是他们说那些时节会影响 不知几点至几点 就是哪一个内藏要去排毒 还有好像是会睡得好一点 不是吗 11点前睡 即是你11点睡到7点 还有你3点睡到10点 睡眠的功效是差很远 不是吗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外国的讲法 总之你什么时候睡都睡8个小时 因为譬如你如果有时差的话 譬如我今天搭飞机飞过去 差2个小时 跟那个地方的干凌 不会跟着我有一个调节 就是过多2个小时才开始休息 我总是有这个质疑 就是关于几点钟之间 因为我们始终不是这个医护人员 或者对于有形式 但是你说11点睡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不同的气室 不同的时时都需要休息 或者需要做一个复养工作 如果拿到一些独中医的同学 其实他真是购买这件事 因为很多时会见到 譬如香港以外 很多时会有几种诚事病 譬如口臭 譬如红猫眼 又或者很可能就是 背奶奶 无精打采 整个不正常的一个精神状态 很多时其中一件事会归较 就是睡眠的习惯出了问题 而夜睡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 甚至他们会说 就算你说你睡到八个小时也好 因为你睡不到时间 就是你太晚睡 你就算说我两点钟睡 十点起床 其实根本的效果是不及 一个可能你11点睡 但可能是五六点睡 六个小时的人的精神状态 但我刚想起 我之前听过一个节目 电台 郭文辉他说他怎样睡 但我不完全记得他的习惯 但总之大约就是 他可能一天睡四至六个小时 但他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睡 他每次甚至是再短一点 十几十分钟 他只要睡一睡 他就立即会成人 已经是一种 就好像我们打完球 你喝一口水回一回气 就立即再去打 就不是说打完一轮 然后再大架睡 他就不是这样 他就是很短的那个间隔 刚才想起你 你说的东西 其实你究竟几点睡 以及你睡觉的编排 其实除了工作 其实都很关于娱乐事 譬如一个人放工之后 他几点 然后几点回到家的时候 究竟电视 收音机或电脑 是否真的 可以满足到他 在休息一段时间 想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不行 那他可能会被逼将它延长 包括可能有什么例子 想不到 譬如电视 节目几时做 你想看那个节目几时做 会影响你的品价 我想你当现在的人 究竟会不会大家看电视 看电视是否一个香港人 大家认同 大家会共同 可能8点半 9点半会做 当然如果你说 靠一些所谓电视收视调查 去推算香港有200万 等等这件事 我都会想到 究竟其实那个数字 是否真的真确 因为我经常觉得 那些数字是纯粹 为了要订定的数字 去订计广告费 反而第二件事就是说 你会发觉到 其实现在香港 就算有平日 当然如果经济好 就会明显一些 就是你见到其实 除了是星期三 星期二 可能星期一 星期四五开始 其实晚上8点 很多人逛街吃饭 逛街走得很晚 旺角永远 去到十一二点 都很旺角 那旺角不旺角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就是 你不睡觉 或者我夜睡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那个消费模式 或者娱乐模式 真是多样化了很多 就是我以前年代就是 可能回家吃饭 看电视 看电视 充个粮米睡 但是可能这十几二十年 香港经济真的好 多了人 是终于出去出夜街 或者其实等于我有时 做到很累 不上家 我直接有时是出街 就去旺角 就去旺角 就去某书室打书钉 我想问一下 你在台湾住了一年 你在巴西洋 在德国住了一年 你可不可以说 其实那些人睡觉的 习惯是如何以你们的观察 这个我真是想知道 我那边因为 我最喜欢都是在台湾山 我认为年轻人 精神体力都好 我认为跟香港 没太大分别 都是打机 例如在口宿上 看到一些同学都是打机的 因为我住的地方 其实是大校舍 因为地方大 而且有点疑似中大的校园 不会那些人晚上出来 起哄去一个地方 因为都挺危险的 所以反而我认为 在大学的环境就是晚上 那些同学都回宿舍 然后台湾的那个网络文化 其实比香港早很多 就是说他们会上网 上一些叫做 他们比较旧式一点的系统 然后在网络聊聊 其实都挺像我们 就是玩得很晚 然后睡得很晚才起床 然后去到那半年 在台北 我住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住的地方 我都是租地方住 都是隔了不同的房 我见到那些人都是上班 其实都挺平常的 例如说平时看来 你不会见到晚上回宿舍 然后你见到上面都挺愁 可能都是洗澡 或者可能 可能不知为何听人在洗澡 洗澡 或者可能是浴动一下 然后睡 浴动一下 浴动一下 在床上乱一下 乱一下 可能带着人回去乱一下 不知道 我不问这个问题 反而 德国那边其实就很经常 因为大家要明白 欧洲的葡萄真的很早晒门 所以基本上你很多时候都是 除非真正是休息或大事大事 大家都可能很早就回到家 加上我自己那时候 可能都比较 寻着学术世界 所以都比较早睡觉 反而巴西 有些值得说 他们因为真是 一个派对国 就是他们很多时间 特别是休息 他们真是 特别年轻那些 就会很喜欢 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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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来说 可能十几岁的年轻已经会去 可能在香港 如果你十四五岁 下舞台 下舞台 大家会觉得你很坏 但巴西就完全不是 他觉得很正常 你不去这些地方 反而觉得你有问题 另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的文化 因为巴西在夜晚的时候 有些地方真的比较危险 所以父母就要打电话 所以他们 你一完之后 就打电话回来来接我 他们是有这样的文化 他们不会自己回家 一定要车 因为他们觉得夜晚真的会危险 所以他们 你去团队的地方也蛮中产 不是 不是一些很平民的团队 起码是夜晚里面 某些黄区 需要有车也不是 需要有车 所以他们又要陪你不睡 所以他们星期五到六 那时的时间可能比较夜睡 因为我也经历了很多次 可能结束了三四点 后来就要打电话 所以叫爸爸妈妈送他们去团队 对 然后他们去团队 对 他们就是看电视 但平時他們都是比較早睡 因為他們日後有著早上班 特別是月尾的時候 他們的睡覺比較特別 所以我想剛剛講到不同國家的經驗 講到睡覺 或講到這一代年青人睡覺 剛剛講到香港的情況 可能是整個娛樂 多元化 文化因素 電腦等 甚至你發現有一手大電話之後 當然以前有固網的電話 人家都可以半夜找你 但這個就很不尋常 但有時候你有一手大電話之後 其實你發現半夜突然有人發了短訊給你 然後又被他吵醒 所以我想整個科技發展 社會環境改變 經濟發展 不單止影響到整個本質面貌 甚至我們會說 連我們睡覺的習慣 對睡覺的重新認知 都有影響到 或者可能當是這一節一個很短的總結 或者叫做一個回顧 你會不會覺得睡覺對你來說已經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不會把睡覺作為一個頭號最重要 你會做的事呢 還是其實我在睡覺 我當然覺得做事重要 我不會想睡覺作為我一個選擇 睡覺不是一個選擇 是一個一定要做的事 好像吃東西一樣 都不能不休息 你會選擇換氣 但是好像我剛剛一開始這樣說 始終睡覺未必已經是我們會擺到一個很高位置 你是會覺得做了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甚至有些不是一定要做 可能就是上網上更新的一些事 可能你已經習慣性自然 你會覺得好像有些事未做 你是睡不著覺 如果做iPhone 你會不會晚上睡不著的時候 不然用iPhone再更新一下 Facebook 床上會不會呢 我也不會 你會的 有人會的 不是我我沒有iPhone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對於睡覺 或者可能 現在 被你選擇覺得其實 睡覺未必是一個選擇 因為可能 其實 如果你說睡覺是一個選擇 似乎好像將這一種 我們人類吃東西 這種基本人類需要的東西 好像將它變成一個選擇 似乎好像有些 不是很妥的一個部分 或者可能這一節的節目時間 去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就會探討另一些話題 我們就一會見 大家好 去到第二節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由睡覺這個話題 我們會覺得一樣的就是 會不會有很多人呢 都很擔心 究竟明年的12月21日 會不會發生某些事 令到自己 令到企人 令到朋友 甚至令到自己住的地方 令到整個世界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呢 所以其實在這一節的部分 我們又轉來一個話題了 我們睡覺 睡醒之後呢 我們就講一講一個 其實 十年現在電視台 都拿來炒作的一個話題 就是2012 你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何向左望 這個節目會講這個2012呢 也都是剛才 源自於我們 很多次說回 就是一兩年前 自己都買了本書 講2012 那 為何會有2012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根據馬雅人的 他自己的力法 根據一些記載 就是說其實那個力法 換算回人類世界的 就是西方力法 他那個對人 就是他對那個紀錄 就是去到 2012年10月21日 剛剛見到今天錄的節目時間 就是 2011年到21日 那就是 其實一屆還有這個年 就是 如果是當2012年是真 其實我們還有這個 差不多一年半時間 就是繼續生存 那甚至 你有沒有去問 Elon一人說 這個世界末日了 要吃就吃好些 要玩就玩好些 有錢就花光了 那就是這一種好像 似乎 因為末日內臨 而大家去到 開始放屁 要什麽做任何認真 都世界末日了 就是有些很放屁的心態 甚至有些朋友 他家居住的地方 他的小昆蟲的活動 都出了一些 異常的變化 都會被聯想到 跟2012年有關 是不是 李祖杰 你覺得你的小昆蟲故事 我沒有 其實純粹我之前 我之前這樣睡覺 有隻蟑螂在手上 但其實這個當然是 亂說 就是加以炒作 但是你都說得對 就是為什麽我會把 這個小昆蟲 蟑螂 和這個世界每日 其實我原本不是想說 世界每日 我心裏想 是不是有某些 天然的災害 可能會發生 不是災害 或者是一些變動 但是我又覺得 如果我聯想到那樣東西 都是因為我都很迷戀 就是這個 愚言 愚言這些問題 比如我之前 之前有人發過 一個 有個寶加利亞先知 這個巴巴 Vanguard 我很喜歡看那些東西 我都鑽研了一陣子 但其他那些 就不是很相信 因為你每年都 總是會有一些 不知道美國的 西部的牧師出來 然後就說 世界末日 那些就不太值得相信 但是 究竟為什麽 那些人會 繼續提醒自己 好像快要有一個末日 我都覺得挺有趣 但我又覺得 你不想 好像 當然你都可以覺得自己很理性 但實際上 為什麽人會想這件事 我覺得挺有趣 剛才你說到二人一二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全球 因為可能氣候暖化 又或者你會見到 以往是根據一些統計數據 去推敲某個地方的氣候 突然間 在某個月份 或者某個時節 會出一些 其實幾異常的一個氣候變化 例如剛才說到大陸 內地 先有大半個月 若干個月是行裝 即是這個行裝 沒有下雨 完全沒有下雨 那突然間 要是不下雨 一落就下暴雨 搞到這個 水位不斷高 很多時候這些天災 甚至我講到之前 日本福島的 核電廠危機 或者甚至講到這個 剛剛之前 我記得 做過一個節目 就講到這個 地震王 即是說 由日本 先由這個 紐山人鎮 然後到印尼 然後去到日本 大家猜一下 會不會去到這個 洛杉磯等等 這些是甚麼 那即 究竟 這些天災人鎅 很多時 被聯想到 跟這個二人一二有關 那 你覺得 會不會是 巧合 即是 如果很理智 考合 即是年齡都有天災人鎅 還是 其實真的有一個 隱藏的意思 就是說 人類 自己懂得做 現在給了天災人鎅 你打光 顏色 你再不做事 你再不 很多時候的宗教 就說 我已經 給了訊號 你給了甚至 你再不改過自己 的話 你會離譜 厲害 我想 其實剛剛 李祖奇有一個說法 我自己都想回應一下 挺有趣 為什麼我們人類的一開始 經常都覺得 或者會期望 有世界 每日幾一天 譬如我們 如果中國比較傳統 就說 真的有些天災人鎅 好像剛才Benson說 可能那些皇帝要去祭天 說 皇帝做錯事 會不會是有什麼事發生 但我們不會 立即聯想到 這個世界就完 即是他們說 去到中國的歷史最重要 就是換個皇帝 就是天不喜歡這個皇帝 那就不再受命於他 那就換另一個人這樣上去 但是每一下就跳到去 這個世界要完軟 這個好像是 基督教做世事的觀念 因為就是覺得 那個神又會 來善晚日 要審判 但好像去到現在 其實 已經未必一定 跟那個基督教是有關的 但如果你問一個無神論者 他都會覺得你 多餘 會不會呢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 即是不信神 是不是都會覺得 現在開始 世界每日這個概念 會開始成為一個 怎麼說呢 沒有教徒生氣你 就是說 快點信教 就是世界每日 有沒有教徒 這樣去 推薦你信教 還是 因為我沒有 其實 我沒有遇過 但都會聽過 但有些人 未必是從宗教的角度 而是從一個 例如剛才 好像有很多災害出現 或是核事件 那是從一個自然 或者是一個人類 自己 令到自己滅亡的角度 即是未必跟宗教 現在反而是 關於這個世界每日 剛剛提到 其實 近年都出了很多這些書 即使是一些 可能 比較出名的 學者或是理論家 例如齊澤 和David Harvey 他們寫書的時候 都是會 即 我沒有真的 很認真看過 但他們裏面 有一些基本論點 其實都是意識到 如果我們再維持 現在那種 人類的發展模式 或者生活模式的時候 是會很快看到 即可能2013年 會看到一個 無論是經濟政治 或者是生態上的災難 又或者不如現在 當然希臘這個 可能事後孔明 即好像很糟糕 但是 你又好像會 有很多人說到 這樣之後 就輪到中國爆煲 即現在很多人 經常計中國什麼時候爆煲 那個末日博士 好像是2013年2014年 即是準確預測到 美國次案的經濟學博士 那 不知道 但你會覺得 即其實這樣預測出來 有什麼意義呢 即譬如 或者 昨天看到新聞 不是 都是新聞 即是說 40年後 不知道 巴黎飛去東京 就是兩個半小時 即其實究竟這些年份 即不是說實際上 我們究竟 真的到那個時間 會遇到什麼 而是在想著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像我們的時間 會覺得我們是可以 甚至是認為 去確信他們 是有某程度的道理 即究竟2012是什麼意思 即如果我們拋開了這個力法 其實它是空洞模糊的 是 我們對時間是可以沒有概念 是 天天上班 都可以 那 即是我 我會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剛才你說的年份 仍然一二 即如果你說我撇開一個宗教 甚至撇開世界末日 這一個 一大套論述說法 那 人家都會覺得 是一個 普通年份 那 但如果你說 你看回 譬如說 由2008年 美國 整個經濟出了問題 整個世界經濟體系 你看到其實很多經濟體系 即現在基本上 除了人家會覺得 中國仍然都可以 似乎繼續溫斷 印度 甚至巴西之外 其實 即 即 我們以往傳統的經濟體系 似乎 都 不能夠為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 成為一個很持續性的增長 那 即 那當然 你說經濟背後 那 那會不會另一件事 大家 或者我會覺得留意到就是說 生態 明顯是生態 或者其實 那個經濟過分的消耗 能源過分的消耗 會不會反而 是很多人會覺得 會寄望某些年份 會出現過一個危機 或一個集體的恐慌 就好像剛剛前那一陣子 不知為什麼 那些人 那種持續性的恐慌 然後被人一種震撼 一種震撼 令他們再反思 我們應不應該再繼續 這種生活模式 反而會不會是一種 一種這樣的 一個 一個這樣的 故事呢 會不會 剛剛想起這件事 我想延伸一點 即剛才你說 人怎麼去想2012 或者末日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都在想一個 時間的問題 就是我們 怎麼想 什麼時候會出現什麼 即我們向前 會出現什麼 但實際上 當我們想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是在想末日 所以其實是在想一個空間的問題 即究竟我們實際上 我們對世界有什麼理解 令我們 產生到對時間 或者未來的 某種投射的一些幻想 例如你剛才說 你說我們會由2008年開始 看到美國 有些事發生 接著就一直看 這樣看到現在 首先我們實際上 是處於一個 第一世界的一個城市 去透過科技媒體 看到很多東西 即不知為什麼現在 你不覺得自從 Facebook和網絡 已經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有時候 秘魯有個鄉村 有個三個頭的嬰兒 你都知道 那類的事 但其實你是可以 不需要知道 而你是可以 活得很好 那麼 某時候 即所謂的世界 每月 當你說的時候 除了你說2012的時候 那個想像的前置 你也同時暴露了 你自己的世界 有某種一定的想法 即我們說 2008美國什麼什麼 的時候 已經預示了我們 怎麼看新聞 而我只是剛才在想 其實會不會 我們說世界貿易的時候 實際上是說 我們很害怕某種 只不過是某種 我們現在的經濟的情況 會爆發 但其實對於 全世界可能 另外那四十多億人來說 其實可能 根本是 可能是一件好事 會不會呢 我想其實 不單止是經濟的方面 剛剛我回應Joseph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資訊真的多了很多 譬如秘魯 剛剛說的例子 就是秘魯不知道 這個我作的其實 這個作的 難怪我沒有聽到 但也不奇怪 但是問題是 我們會知道世界上很多 很奇怪的事 或者不知道 有隻羊 即肚子摸一隻耳 譬如福島那裏 你有沒有現在乘火車 看有線新聞呢 你有時會見到 蘇格蘭月祖聯賽的賽果 你會知道 不知為何會沒有關係 但我想說的一點 其實我們對世界上很多奇怪的事 即是 本來我們的生活就是 即是 那些東西是不會入到我們的生活裡 在互聯網出現之前 即是我們對這個世界 我們發現 原來有很多 不知道和不安的因素出現了 這是第一件事 剛剛Joseph的經濟 甚至是環保方便 即是 人類去到這個位置 好像對整個世界有很多 很多掌握不到的事 很多不滿 愈知一多愈不知 愈不知 然後發覺 對於這個世界 我們人類掌握到甚麼 可能他們就開始會有一個比較 即是 對這個世界末有一個想法 原來我們人類有那麼多東西 是掌握不到 我們有那麼多未知 甚至是很多很負面的事 即是很多批評 即是無論對我們現在的 社會的制度 經濟的制度 甚至大自然等等 各方面都是很負面的 我聽到 每一天都有那麼多負面的事 其實很自然就會想到 整個世界都這麼負面的事 那是否快要末日 我覺得是一個 很自然會去的傾斜 剛剛你說到好像 1999年 由1999到2000年 其實當時一個 其實是一個訊號 就是 因為以往電腦其實是 連運只有兩個位置 所以當時都有一些 所謂千年重 千年重益 當然當年 互聯網沒有那麼盛行 但當時說到 恐怖就是 你千年重 會引到整個電腦系統 令到你信用卡 拿不到錢 你銀行的銀行戶口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等等 但很多時候 最終是沒有東西 或者可能其實 因為很多人很早 可能早幾年已經 插入到我們電腦系統 原來年份都兩個位置 所以後來再去更新電腦系統 結果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發生 但是如果你說是形一意 其實兩位都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似乎我們 要主一國集體恐懼的 一個氣氛裏面 剛剛想到就是 那天 盲腸炎那個 那天 我其實整天在香港 與香港領域 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是直至在坐車看那些即時新聞 看那些酒節 咦 什麼事 為什麼那些人會做一些 我意想不到的事 就是 你可以說他搶搖是很蠢 但是其實你可以說很蠢的背後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科技先進了 知事多多 但是為什麼做的事 是和可能是五百年前 一千年前的那些漁民 是沒有分別 仍然都是 減死在搶鹽 我還專門去超級市場拍個鹽框 嚴格空了那個位置 我覺得很值得紀念 那天 因為原來 2011年 是曾經發生過一些 這麼令人很驚訝的事件 就是那些人集體地去做一些很蠢 馬祖祖賢回家 那些人集體到頭來根本救不到自己的 你見到的一些什麼事 我想回到剛才你說千年蟲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現在事後又想回 其實那時候 其實我想我不是很害怕 因為那時候也是一個正常的電腦用家 又未開始 你那時候開始用電腦 就是中學 對 就是中學 但是想想如果真的 假設千年蟲真的出現了 那又如何 理論上如果家裡出現了 首先電腦的 就是我相信它那個 數位的跳動問題 可能會造成資訊上的混亂 而從而影響到你對物質的分配 實際上的 但是實際上的資訊是混亂 然後物質上的分配 是可以有其他方式去取代的 但是真正可能恐懼的是 就是它提出來的人 其實是可能 它實際上累積了很多資源 依靠這些方法 然後它可能壟斷了很多東西 那沒有時候 其實可能人類社會 它提出一個恐懼的時候 那你要看看 究竟那個人是誰提出的恐懼 就是不如現在 經常講香港邊緣化 其實實際上提出的 都是一些婦人 就是它實際上恐懼的是 就是香港的競爭力下跌 而香港競爭力的所有香港競爭力 當然是它怎樣去掌握 香港的財富一些的動向 所以似乎 就是越講一些世界貿易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代表了 就是有那些人 透過講這些故事 而製造某些的恐慌 而是可以 得到某些的利益 或者即使它不是有心 它講這件事也好 其實是反映到它自己的 一些心理狀況 而如果你真的完全去投入 跟它去對話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你自己都 就是白癡了 你被抽水了 是的 抽水都不知道 剛才你說到某些人 他發佈那些訊息 你說現在你要搶鹽 然後你不吃鹽 你會受到輻射污染 去到香港再不去提升競爭能力 便會邊緣化 便會連一個中國普通城市 不如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製造 面包人製造這些話語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它製造話語背後的目的 或者其實從中 它得到什麼利益 有什麼好處 第三件事就是 信它人本身 其實會否真的有一些議題 或一些問題 其實令到它們覺得一聽 它覺得真是百分法術 不去質疑 而是批評它做 我反而會從這三個部分 去分析這件事 其實之前我看過一篇文 梁文道社也很好 其實你去搶鹽是代表了 那個人其實對資訊的掌握 或者是對於 你應該信任一個什麼 合理的權威 例如我們會信科學家 他們可能是信 師奶街坊 但是 我覺得人家也挺有趣的 究竟為什麼會信 搶鹽 究竟有什麼事情會令你信 假設那個人散播的謠言 而不是 有什麼例子 是 就是高等那個 高等那個 你猜會不會人家真的會這樣做 我不知道 我想回應一下 其實剛剛一直說邊緣化的問題 其實對香港人來說 我們那個世界每天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覺得被邊緣化 就是等於香港的世界每天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被邊緣化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什麼被邊緣化 第三個問題就是被邊緣化 為什麼會這麼害怕 我發覺有些人真的相信 是嗎 其實Joseph也提過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可能 你聽到一說邊緣化 一流就是政府官員 第二就是那些 很有錢的人 就說你不起 什麼什麼 香港就會被邊緣化 你不推行這個政策 就會邊緣化 你這條 英文不好又邊緣化 英文不好又邊緣化 究竟他們所謂的邊緣化 他們一定會想像有一個中心 就是中心一定是對邊緣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說香港被邊緣化 就一定覺得現在香港是中心 要不然就不會被邊緣化 就是不會有一個邊緣被邊緣化 他們總是覺得香港是某些的中心 覺得香港不做這些 就會遠離那件事的中心 但是那件中心 是不是我們香港人想要 或者我們想什麼 就是我們想追求的 但是大家都沒有說話 但是大家忽略了中間很多的 就是關於現在現實的狀況 所以說被邊緣化 所以要做那件事 被邊緣化所以要做另一件事 但是究竟我們香港想要些什麼 應該做些什麼 其實基本上在我們整個社會的討論裡面 其實是很少出現這件事 總之一跳就已經跳下去 你不做了 我通常面對這些說法的時候 我經常引用 有一個Economist的專欄作家 叫Joe Studewell 他寫的一本叫亞洲教父 然後我經常周圍叫人買這本書 我最喜歡他 首先他寫得很清楚 說整個香港和東南亞 現在其中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他的經濟發展被財壟斷 而他為何我覺得這麼有趣 就是他的書 是一個我們很趨勢任務的 所謂西方人 他說香港的時候 其實他說香港是整個東南亞地區 最樂觀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其實是充滿了公民社會的動力 就是對比起新加坡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你會看到首先 就是香港人整體的公民質素很好 還有其實好像有能力去牽制一些財團的行為 即使都距離很遠 可能你不可以阻止到一些事情 但是你起碼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其實所謂的邊緣化 其實香港是一個中心 即是如果他講公民社會 是否可以香港發展是一個所謂 連結到其他不同地區的公民社會中心 會不會當你經濟 即其實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一直以來就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例外 即是它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一定是事實 即是無論你是水 野食 而它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是講它的制度問題 即是會不會其實 當以前中國是政治為主導的時候 即是文革 然後香港是可能作為它的例外 它就是做經濟的事情 然後到你去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會不會可能想像就是 它都已經可以有錢到 即是LV都周圍蜂 或者是建房子都起到 即是你都為之質目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我們是保留一些 其實中國 作為中國人的其他可能性 然後我們是會不會其實是 我們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平反六四 其實代表香港是一個中心 你取得這些很緊的 會不會是我們現在很珍貴的東西 其實所謂的中心 即是現在我們一直看 其實都是覺得經濟的中心 或者政治的中心 當然整個中國的政治中心 一定是北京 經濟的中心 現在香港人一直覺得應該是香港的 但可能一邊說被邊緣化 就是可能慢慢就會被 即是一邊說被邊緣化 即是經濟都還有很多個層級 即是工業 農業 金融 而香港只有一個層級 就是 金融地產 對 所以譬如剛才的Joseph 會不會其實說 如果說法制來說 香港是整個中國的中心呢 會不會說言論自由來說 香港或者資訊的發達來說 香港是整個中國的中心呢 其實這些是大家是知道的 不過是在我們看的媒體的訊息 以及我們經常說 你說小巴 火車 你不看過一條的 其實兩邊是在不了的 你就會很害怕 就是說你剛剛說了 覺得會撤資 那你就會很快可以聯想到 所謂邊緣化的問題 成秋夜 你是走不出去的邏輯裏面 我想到一樣東西很有趣 當然時間也不太夠 但也開始拿出來說 就是在回歸沒多久之後 即97、98年 經常有一個說法就是 香港的優勢就是被靠祖國 即是說 香港本身是一個中心 再加上一個背後這麼大的支援 即這個中心會繼續成為 中心支援會越來越龐大 但不知為什麼 早四五年開始 又出現了所謂一個 叫做香港邊緣化的說法 那我很懷疑會不會就是 例如可能一些政治事件 或者很可能是 中國在有一世紀 其實它的經濟實力 特別我覺得是0607年 是一個轉捩點 因為很記得當時 就是我以前換這個 港幣換人民幣 可能以前我年代就是 一百換一百零幾元人民幣 現在就是一百換百零幾元人民幣 簡體字輸了很爽 你會見其實這些經濟上 消費的變化 或者整個港法變化背後 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是一種文化上面 甚至是一種內地的價值觀 嘗試用一種背靠 或者必然化 作為去將香港定為 或者重新再定為的一些政治語言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作為一個 可能公民社會的特別製造論述 去反抗一些白權的人 其實很需要去想一些字 而那個字背後 有某些空間和時間的想像 可以反抗這些字 比如說背靠祖國和面向世界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有問題的說法 為何我的背脊要對著中國 而是面向世界 已經是假設了 其實我是一個中國人 在幫某些東西走出去 但其實我們是可以調轉的 我們可以背靠世界 面向中國又可以 甚至你不一定是這樣 橫向的角度去想 左右同意都可以 你可以上下想 左右抽水 甚至是上下的關係 甚至是圓形 即是不同的形狀 都可以令到人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你去想一個字又要 這就是一個學問 所以這就是政治語言學 究竟語言如何影響到我們 如何看整個政治環境 甚至是社會制度 等於我們說到究竟 丟交通是暴力 還是法案一定過 我硬過去是暴力的意思 那需要不需要說和2012的關係 2012我也不知道 某程度上我覺得 如果對一些無權勢的人 或者其實很渴望 改變這個世界 不公平現在的人說 真是一種圓形暴力 即是希望靠這種暴力 營造了一種氣氛 令到一些統治者 或者一些當權者 或者令到這個理事歷場 可以良心發言 不要去到那麼準 但通常歷史的教訓 就是那一句 不見棺材都不留下女 好了 因為我見到節目時間到 其實2012是說不完的 希望將來有機會 繼續請李祖喬和金文峰上來 上一個節目再去吹水 先多謝今天兩位嘉賓 好 好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什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喬物 三個博物 被你注意到 該不可以 後來 合照 出版本 鞋子 我要 追照 你 起